文字幕录音乐 各位传媒朋友早晨 谢谢大家今早来的记者会 行政长官没有开场发言 我們直接進入提問時間 請請問提問的記者先舉手 喊嘴之後先介紹傳媒機構 然後用我們給你的麥克風發文 左相片後面白色衣服的女記者 早晨,林泰,NOW TV 想問三條問題 第一條是警方說民陣涉嫌違反社團條例 但民陣是一個2006年已經成立的組織 但為何今天才說他違反社團條例 是否以前沒有執法還是因為甚麼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華大基因 早前有一批解陽性的樣本 其實這次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出錯了 其實接下來會有甚麼懲罰 之前食衛局說不排除 可能會終止跟他們的合約 但接下來還有回港議 還有很多計劃 檢測量都會相當大 預料會不會有壓力 有沒有其他的回應計劃 第三條問題是上星期 你跟行政會面 對方有沒有提出甚麼要求 尤其是選舉或其他方面 你有沒有反映甚麼意見 好,多謝這位記者朋友的三條提問 第一就是關於警務署就著某些個案 採取的行動 包括索取資料或日後需要調查 行政長官不會評論 但我必須要指出 亦都是等於律政司司長 應該昨天在他的網誌也有一篇文章 說無論在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之下 我們都會保障市民的自由 這些自由包括言論的自由 集會的自由 亦都包括結社的自由 但這些各式各類的自由 不是絕對的 它都會依法受到一些限制 而這些限制的目的都是要尊重和維護 其他人的權利 亦都要保障到香港社會的秩序和穩定 所以我相信我亦都很肯定 警務署採取這些行動都是按著法律 來代辦事 但是正如我所說 我都不會在這裏評論個別的執法部門的個案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於病毒的檢測 在過去15個月多些 檢測對於我們的抗疫是至關重要 而我亦都多次強調 我們由去年1月開始的時候的檢測能力 每天只得少於數千 到今天隨便每天都超過10萬 是經過了各方的努力 包括我們的私人化驗所的努力 華大基因事實上也都在我們初階 在街中的一個很重大的合作夥伴 包括在去年9月我們做的普及社區檢測 華大基因都是擔當非常重要的責任 沒錯 近日華大基因在一些檢測中出現了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要認真嚴肅去處理 因為每一件的檢測如果是假陽性好、假陰性好 都是帶來很多的困擾 特別是對於一些受影響市民的困擾 如果是假陽性的 他就是無辜的進入醫院 或者那些緊密的接觸者就被我們送去檢疫中心 所以特區政府是非常嚴肅處理 我們每一間的合約或者合作夥伴的實驗室 在他的檢測的過程 那些安全的守則 防止感染的安排是否做得妥當 大家都知道袁國勇教授也親自去了實驗室 之後發現了他真的有些問題 華大基因也是為此自協 也說全力會改進 所以接著食物及衛生局會採取什麼行動 也要交給他們來評估 但你自己也提出了 在懲罰或者採取這些行動的同時 我們都要顧及整體在抗疫方面的能力 會不會因為一個懲罰的行動而受到大大的削弱 從而影響香港的抗疫能力 因為雖然近日本地確診個案 特別是無源頭的個案 都已經穩定甚至減少 有幾天沒有開記者招待會 但是我們往往都需要嚴陣以待 所以這個檢測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會作出一個適當的平衡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和華大基因合作 一起做好他們應該做的檢測的安排 第三個問題是我上個星期四 直接由海南出席了博鳌論壇之後 就去了廣州 因為收到通知 韓政府總理會親臨廣州主持一次的 粵港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專題會議 這個不是一個全體的會議 這個是一個專題的會議 大家都留意到之後 無論我們發出的新聞稿 關於我在會上的發言 以至到新華社發出的新聞稿 有關於這一次的專題會議 都是圍繞著討論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 韓政府總理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公佈這兩年多以來 取得的成效是表示十分肯定的 所以也鼓勵我們繼續以一個創新的取向 來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我相信稍後也會有一些中央政策 會公佈關於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 下一階段的發展 至於會以後韓正副總理 親自會見我 在一個簡單的回眠 當然他關心香港的疫情 要我們繼續做好防疫的工作 因為韓正副總理完全明白 香港的經濟是要復甦 兩地人員的恢復有罪的往來 是至為重要 所以都是要求我們要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沒有討論到其他很多問題 下一條題文 下一條題文 第二條題文 對方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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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reedom of protest and so on. But this is not an absolute right. This right could be restr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other people. And the other people normally is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nd also to ensure law and order and stability in Hong Kong society. So my answer to your first question is yes, everybody has a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y can say whatever they want to s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as long as they do not debate or bridge the legal provision, I don't have any particular view on that.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is a self-regulatory association and ope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the election of a chairman. and for the time being, I do not see the case for an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to the affair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But of course, if there are instances or complaints about the bar not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Hong Kong's law, then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will be called into action. Similarly, on your second question about whether certain gatherings could continue to be held and whether they will be in breach of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It much depends on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n those gatherings and whether they will fall into the offences expressly prohibited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at is involved in cessation, subvers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Hong Kong ASL government, engaging in terrorist activities, or collusion with an external party to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Thank you. for now. 最後一條,右手邊後排間調三位 林大理好商臺,第一條是想問剛才六四的集會 剛才你說要看情況會否跌入違反港版國安法的情況 例如支聯會一向的口號是結束一黨專政 你覺得這個情況是否有相關的情況 另外想問上星期裁決的查冊案 很多傳媒界就覺得裁決是很難接受的 你覺得裁決會否影響香港的 無論是新聞自由也好,言論自由也好 還有外遇調查報道的情況 還有想問疫苗方面,飲食界就說 政府正在製作一個應用程式 讓餐廳查到客人有沒有接種疫苗 想問進度,怎樣說不說得及 在星期四可以展開呢? 謝謝 第三個問題,今天稍後時間 食物球衛生局局長會見記者 交代包括你剛才提及的問題 因為今天星期二,大家知道我們有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也會就著最新的疫情 和所需要行政會議處理的事 是討論及作出一個決定 所以我也可以預告 今天下午,我相信 食物球衛生局局長會來交代 他交代的工作是大概兩個星期前 4月12日 我聯同相關的局長 跟大家介紹了一個抗疫的新路向 我昨天發表的按月報告也有提到 在這個抗疫的新路向裏面 我們是爭取盡量讓香港的各行各業 和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可以逐步有序地回復正常 而且要盡量避免在日後再一刀切 這樣去將我們在管制社交距離 或者管制這些營業處所裏面的措施 來執行 所以在那天之後 這兩個星期 我在這裡都要很感激我的同事 特別在食物球衛生局 和食環處的同事 他們和業界緊密溝通 開了很多次會 我亦都要感謝業界 亦都很坦誠 大家很積極地去回應 尋求到一個最好的方案 來去落實 在這個星期四開始 可以進一步放寬一些營業處所 和令到一些被關閉了多月的營業處所 可以重新有序地去復業 但是詳細的情形 我請大家稍後 陳局長會和大家交代 至於另外兩個問題 恐怕都是同一個答案 就是香港是法治的社會 所有事情都是依法辦事 行政長官一般很難站在這裡 就著每個個案 告訴你這是合法還是不合法 因為每個事情是否合法 除了看法律 還要看證據 還要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甚至有時候要看我們取證的情況是怎樣 不過對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之下 怎樣去看中國共產黨呢 我在《國安法》 或者在《愛國者治港》 都和大家交代過 第一 我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 我們是國家裏面一個 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 但是這個高度自治 也不是全面絕對的自治 這是一個在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全面管治權之下的高度自治 而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我們是要尊重國家的憲法 而今天的國家憲法 對於是由共產黨領導的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也說得很清楚 所以在尊重憲法的大前提之下 我們同樣應該尊重 今天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今年是共產黨的百年的慶典 大家看得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 國家在這幾十年的起飛 和為人民帶來的美好生活 所以尊重國家的執政黨 這是我們有的立場 至於不尊重去到什麼地步 是會違法的 就要看我剛才所說的法律、證據、行為 諸如此類 同樣查冊的問題 也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我記得在判詞裏面 法官也說 儘管你有良好的意願 都要依法辦事 過去一段長的時間 就是有人不斷在香港散播 一些所謂違法達義 甚至去到學校裏面 鼓吹同學是違法達義 某程度上就是 只要你認為你是為了公義 你是可以違反法律 這個是完全違背了法治的精神 以及公民、社會應有的價值觀 所以同樣地 如果今天的法律有些事情是不容許 儘管我們很尊重而言論的自由 儘管我本人都是對各位 這個專業是非常之認同 但是都要依法辦事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作為傳媒機構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特別的對待 一般來說就不應該有 這個也是我早前說過大家時常轉述的 沒有人是可以凌駕法律的 法律認為你有 你就有 法律認為你沒有 你就沒有 但如果大家留意最近的完善選舉制度 去到有關選民登記的查冊 其實我們是將傳媒等同了 好像參選人一樣 是給一般的人 是可以去查這個選民登記查 傳媒也是很寬鬆的 知道在新聞處登記了 可以在那個新聞發佈系統裏面 是拿資料的 也都是可以納入傳媒 儘管在議會審議的時候 有些議員說 他認為我們放得太寬 但是我們都是尊重大家 在這一方面可以拿到一些資料 可以進行大家的新聞的報導的工作 所以我們總的來處都是一個 依法辦事和平衡各方的利益 找到一個對香港最有利的方案來做 最後在這裡我也特別 要感謝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 是差不多每天上下午開會 來審議這條完善選舉制度的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據我所知 逐條的審議工作已經大體完成了 特區政府聽到法案委員會的意見 社會的意見 以及我早前主動提出自己會修訂的地方 我們會盡快在這個禮拜之內 向法案委員會提出有關的委員會修訂 即是CSA的內容 希望得到委員會的支持 這條這麼重要的條例草案 可以按住原定計劃 在5月26日恢復二讀 希望能夠三讀通過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